发秋印 摸金符 护身不护 鬼吹灯 印子观 青铜果 八字不硬 勿进前 树丧坑 匣子坟 班山谢岭绕着走 志仪凶 笑面诗 鬼笑莫如听鬼哭 大家好 我是电影人老贾 本期继续鬼吹灯第三本 云南重古小说原剧情讲解 话说摸金铁三角从龙岭弥窟回来后 为了破除红斑诅咒 便在商定计划后 就开始动身前往云南重古 寻找木陈珠 三人收拾好装备 便南下前往昆明 在下了火车后 三人就装作博物馆工作人员 以捉蝴蝶做标本打谎 转成客车 前往人际罕至的遮龙山 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行驶的小客车 突然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石人勇 人勇裂开后 里面涌出了许多窃虫 在小路上爬来爬去 甚是恶心恐怖 三人怀疑这石人勇肯定跟县王墓有关 下了客车后 三人就跟随着当地人 来到了遮龙山下 住进了彩云客栈稍作修整 仗道三人琢磨着如何进山时 客栈主人告诉他们 山下有条隧道 可以做竹筏顺流而过 这样就不用爬山 只是那条隧道里尸骨遍布 经常闹鬼 三人听后大跃 虽说凶险 但总比爬雪山 汤沼泽理想 三人从老板娘那里借来一把单发建威气枪后 便动身前往那条隧道 一路上 他们穿过了丛林 并用竹子做了一只竹筏 在竹筏前支起了探照灯 带上所有装备 开启了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随着竹筏使尽山洞后 他们仿佛进入了光怪陆离的梦幻迷宫 远处闪烁着动物尸体形成的灵火 水流中时而出现几个大转弯 惊险万分 三人还在担心这竹筏随时有翻的可能时 突然间 他们看到了前方一个张开大嘴的巨大兽头尸骨 却不成想 此处正是河道的入口 在竹筏进入后 三人抬头向上看 只见顶部吊满了众多恐怖的食人蛹 和来时客车撞到的那个狠像 带竹筏划进后 水里扬才看清 原来这就是邪恶的陷亡所造的人蛹藤树 所谓的人蛹藤树 就是强迫活人吞入藤瘾 然后藤瘾会寄生于体内产卵 只需大约三到五天的时间 人体中的血肉内脏全成了幼虫的养分 并取而代之填充了进去 由于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失去水分 人皮就会迅速干枯 硬如树皮尸壳 虫卵不见空气就不会变成幼虫 始终保持着冬眠状态 在阴凉的环境中 可以维持千年以上 所以直到今日 切破人皮 里面仍然可能立刻出现 无数像肥蛆一样的活藤瘾幼虫 那这现王是披着人皮 不干人事啊 说话间 竹筏不小心碰到了河中的机关 头顶的人蛹开始不断掉落 人蛹一落入水中 便开始融化裂开 内部爆出成群的水质风 好在这些水质风最多只能浮在水面 出不了水 只见这些水质风蜂拥而出后 就朝着他们的竹筏游来 跟着就附在了竹筏底下 竹筏被拖拽的慢慢往下沉陷 三人立马开始驱赶水质风 就在这时 山洞边缘的岩石不断掉落 三人用灯光向前照尸 发现从水中冒出一只青林巨蟒 体形枝大 甚是吓人 朝着三人激速而来 然而 这个青林巨蟒 此时并不是冲他们而来 而是冲着竹筏底部的水质风 当竹筏底下的水质风 被巨蟒的倾喷大口吞噬几口后 就所剩无几 巨蟒开始转而盯上罚上三人 张开了他血盆大口 攻向三人 即使石立扬撑开金刚伞都抵挡不住 被巨蟒撞得人一扬马翻 顺势掉入了水中 胖子见状 立马抽出剑威气枪 射向巨蟒 只见这一枪不偏不已 正好射中了巨蟒的左眼 巨蟒吃疼 在水中翻滚了起来 随后再次起誓 这次巨蟒转而朝着竹筏而来 胖子眼见不妙 左右双手各执一枪 朝着巨蟒疯狂射击 可惜看似马力十足的进攻 却未能伤巨蟒分毫 巨蟒再次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准备宣判罚上两人的死刑 谁知巨蟒突然就正住了 然后转而向鼠窜般迅速逃走 仿佛前方有什么恐怖之物惊吓到他了 二人还在疑惑间 只见刚才被击落水中的石立扬 这时急速朝着竹筏游来 死里逃生的石立扬爬上竹筏 并未喘息 马上向巨蟒逃窜方向扔出照明弹 只见刚刚还八面威风的巨蟒 此时似乎在痛苦的嘶吼呻吟 原来这巨蟒正遭遇一群 金铭小鱼的撕咬袭击 这些小鱼虽小 但牙齿却长得跟刀具般 锋利无比 顷刻间 那个巨蟒已被撕咬的血肉模糊 石立扬大喊不好 赶紧招呼老虎胖子他们快逃 因为眼前这些小鱼正是见血就疯的食人鱼 学名刀齿奎鱼 这些鱼正是被巨蟒眼睛伤口的血腥味吸引而来 而刚才巨蟒急逃 就是预感到这些鱼的到来 活该他还是逃不过这一劫 此刻被这些鱼啃得就剩骨头后沉入湖底 而意犹未尽的刀齿奎鱼 转而冲向法底的水之风 这可苦了胡八一他们 他们捆扎竹筏的绳索 眼看就要被奎鱼全咬断 不出片刻竹筏就会散架 他们就会掉入水中 与其说掉入水中 不如直接说掉进鱼口 电光火时间 沉利扬掏出双枪 对着鱼群就是连续猛射 鱼群处瞬间冒出血红 而伐下的这些鱼 轻刻间全转向那血红处 开始自相残杀 刺咬起受伤的同类 借此喘息间 沉利扬抛出肺虎爪 缠住洞口的岩石 借此拉力 火速启动竹筏滑向岸边 而胖子也回过神来 赶紧将阀上的装备扔向岸边 以便竹筏减重提速 就在三人跳上岸的那一刻 竹筏的绳索终于全部断裂 竹筏随之散架 三人马上去捡装备 但最终只在鱼口夺回了一包 三人作罢 沿着河道步行继续前进 他们穿过一处山岩石洞后 便见到一条巨大的瀑布 沿着瀑布下的溪流 三人一头闷走到尽头 终于成功地穿越了遮龙山 来到丛林寻找虫谷入口 眼前的虫谷仿佛一幅山水美景图 可在这美丽的背后 暗藏着无数笔遮龙山 更为凶险歹毒的陷亡陷阱 三人无畏生死 继续踏上这条可能的不归之路 三人艰难前行 在夜晚来临之前 他们找到了一块大青石板 并在此处扎营 晚上他们轮流站岗 在轮到施利阳时 刚睡下没多久的胡八一 就被他叫醒了 原来他在旁边的老夫妻树上 听到了一连串的鬼信号 滴滴滴的响个不停 且很像摩斯密码般 三长三短 因着正好就是国际通用的求救摩斯码 施利阳非常不解 四周除了他们三个外 就空无一人 那这信号是谁发的呢 难道真碰上鬼了 醒来的胡八一也听到了 于是两人决定上树 去寻找这鬼信号的来源 在唤醒胖子去手感后 他俩便爬到了树上 结果他们在树顶 发现了半截美式飞机的残骸 同时在这残骸机身中 他们发现了伸手扭曲的飞行员尸体 而当胡八一去挪动尸体上的头盔时 那尸体似乎活了过来 头部开始晃动 每晃动一下 就发出一种奇怪的金属撞击声 胡阳二人非常惊讶 就在这时 老胡推测 这只猛禽 可能就是雕袖 一番惊吓 二人回过时来后 开始在机身中继续搜索 结果施利阳在里面发现了一批美式军火 其中就有被美国黑手党称之为 芝加哥打字机的汤姆森冲锋枪 两人非常惊喜 此时胖子听到动静后也爬了上来 而正当他们处于开心之际时 刚飞走的雕袖又飞了回来 并开始袭击他们 似乎来报抢地盘之仇 此时 夜空中响起轰鸣的扫射声 原来是施利阳端起了冲锋枪 对着那雕袖一顿扫射 在强大的武器面前 皮在硬的雕袖也被射成了筛子 可就在雕袖坠落死亡的同时 之前的鬼信号又开始响了起来 三人又继续上树寻找 谁知鬼信号还没找到 胖子倒是听到了有女鬼在嚎哭 三人在仔细辨认后 才发现这嚎哭声 分明就是雕袖的叫声 原来 外面飞来好多 刚才那只雕袖的兄弟姐妹亲戚 一大群的赶来为他报仇 最终 在施利阳用照明弹 吓退了这些雕袖后 老树终于经不起折腾了 从树身开始完全断裂开来 随着天逐渐变亮 他们发现了树干断裂处 有一个半透明的水晶玉石棺冒了出来 而棺内仿佛有大量的暗红色血水 这时胡白依心生迷惑 因为根据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推断 凡是墓周边有老树 独山 断流 秃岭 乱石 皆是凶恶之地 绝不可葬人 而老树更是这五胸之手 带着心中的迷惑 加之在此一棺下面发现一只手 三人最终决定开棺验尸 当他们打开棺果时 发现棺中的暗红色液体粒 竟然浸泡了一具肥胖老者的尸体 而这具尸体却保存得异常完好 栩栩如生 当三人仔细检查尸体时 发现尸体肩部以下 竟然缠着一条无比大蟒 而这蟒身上长出无数条红色肉线 紧连着棺材底部 三人并不明白这是哪般 再次查看尸体 中发现了棺中的两件名气 祭祀黄金面具和龙虎蓝狮短帐 他们根据这些推断 这里正是献王墓的裴灵 棺中安葬的是献王的大祭司 大祭司用无皮藤蟒 将自己与老树相连 融为一体 将整棵大树化作一条巨蟒 这些红色的肉线就好比触手 将附近路过的生灵死死缠绕住后 深入其蹊跷吸食血髓养分 化作棺中暗红色血水 如营养液般用来保持大祭司尸体永不腐烂 而滴滴滴的声音 正是鲜血流入水晶关的声音 推断到这儿 三人立马警觉了起来 因为此刻的他们正处在大树的中央 而他们恰恰就是那路过的生灵 那砧板上的肥肉 就在这时 大树的四面八方 红色肉线遍布 像启示的毒蛇 开始向胡八一他们攻击过来 这次的缠斗 深里扬掉下大树 悬在半空 胖子也陷入绝境 危难之际 胡八一像是误懂了 玉棺跟肉线间的根支关系 立马端起冲锋枪 将玉棺打碎 棺内的暗红液体全流了出来 周围的红色肉线 随着就开始不断枯萎死去 就这样 三人才算再次侥幸逃过一劫 三人刚想喘口气 突然地面开始抖动 树下好像有什么庞然大物 欲要破土而出 好在只是有惊无险 原来随着玉棺被毁 触动了机关 在大树倒塌之后 树下生出一个形似碧玺 身形巨大的镇宅焦图 三人爬上视像后 发现在其背上的石碑中 刻有县王墓的镇灵谱 在石碑的正面碑文中 三人了解到了县王跟牧尘珠的历史 而在石碑的背面则发现一座 悬浮在空中的壮丽宫殿浮雕 即宫殿附近的地图 胡八一推断 这个宫殿应该是祭祀用的明楼 而县王的墓穴应该就在这明楼下方 同时在拿出从陈瞎子那儿买的人皮地图 跟着浮雕地图做了对比后发现 浮雕地图里多出一个刻有奇形怪状铲除的地方 就是在靠近县王墓的地方 再加上两张地图上都有的另外一只离县王墓较远的铲除 这一里以外两只铲除完全对称 胡八一他们推断 两只铲除间肯定有去往县王墓的密道 铲除的嘴巴可能就是密道出入口 应该就是县王后人去祭祀县王时 被避开瘴气所挖的密道 在确定目的地之后 三人继续前行 经过了放有巨眼陨石的虫骨入口 堤坝旁的残墙遗址和防止虫子进入的断虫道后 三人来到战务区边缘 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红石葫芦 在研究一番无果后 决定继续前往红葫芦前方的神殿 来到神殿后 三人发现里面有九只巨大的蝉雏雕像 胡八一根据十六字书中所学的奇门遁甲之术 将缠出位置重新排位 在排完位后 直接纳门口的红石葫芦裂成两半 并出现了一条隧道 经进入探查后发现了殉葬沟 胡八一他们肯定 这就是一条为了避开帐户而挖的 直达县王墓的地下水道 三人准备先修整一番后再继续前进 居然在重古 削了这么大的一个殉葬沟 待三人修整完毕后 就下入暗道之中 穿过了这规模庞大的殉葬沟后 不成想 眼前竟无路可走了 他们已经走到暗道的尽头 而唯一可以继续前进的 就是旁边这条地下河 于是三人把大背包上捆绑的气囊拉开 让它填满空气 漂浮在水面上 跟着下水 扶着达气囊 射水而行 行进一段后 三人为了确认方向 射出照明弹 随着照明弹的亮起 前方有数不清的造型怪异的远古树木化石 就在照明弹即将熄灭的一瞬间 三人都被眼前所看到的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在那黑暗的地下水深处 慢慢的出现了一个微弱的白色人影 那仿佛是个全身素稿的女尸 她似乎是从水中飘过来的 随着那女尸离三人越来越近 突然 那只恐怖的女尸似乎沉入河底不见了 这一刻 梦魇般的恐慌 在狐爬二人的身上飘散开来 原来狐爬二人曾在年少时 就遭遇过一次水鬼事件 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当时狐爬二人也就十六七岁 当上了红卫兵 一次三夫天的晚上 他们一群人刚好路过一个 废弃的小型蓄水坑 其中几个就想下去游个痛快 但是另外有几个 对是否要下去游泳 只保留意见 正在此时 突然来了个穿白褂的老太太 招呼他们下水里游泳 说他孙子就天天在里边游泳玩 一听说有人天天在里边玩 那就没危险了 于是大伙都跳下去游泳 结果等上岸的时候 其中一个小孩说他哥不见了 而这游泳失踪小孩的爹 是军区管后勤的一个头 两天后 带着人来找他儿子 结果等把蓄水池的水放光了之后 发现了少年尸体 被大团的水草缠在水底 此时早已被水泡的肿胀发白了 但问题是这蓄水池哪来的水草呢 在水草都打捞上来清理掉后 那里面竟然有一具白骨 就是这具在水底都烂没了的人骨 勾住了那个红卫兵的脚踝 它才被活活淹死在了蓄水池底下 而正就是那具被水浸泡腐烂的尸体 给胡帕二人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回到现在 三人继续涉水前进 穿过大片的化石森林后 终于在前面发现了一个半圆形的洞口 直径不大 仅容一人通过 三人爬了过去 进入了另一个山洞 令他们感到惊恶的是 这边洞里的飞纹爬虫体型都相当巨大 他们同时注意到了这山洞洞口小 肚子大 石壁光滑 极像山神殿中的那个红葫楼 胡帕一推断眼前这个洞是葫芦洞 跟棉牛地太急晕 同属三大风水神仙穴 此时水下跃出好几只巨型蝉雏 吐出舌头 烈石洞里的大群猛门 随时都可能将三人卷入舌头 吞入腹中 三人赶紧跑开壁枝 来到一处平整的石台上 这石台明显是人为修凿过的 所以三人便在这石台附近一顿搜索 最终胖子在石台上又发现了一个浮雕 而浮雕上所刻画的是 关于某种祭祀山神的古老仪式 话说很久以前 有个神灵居住在这葫芦洞中 而当地人则在巫师的指引下 捕捉大量的蝉雏来供养它 同时浮雕上还描绘着 在这个洞的深处 有大量的裸体女尸横在地上 这女尸看起来很像刚才发现的那具水中女尸 三人觉得这女尸很是蹊跷 却也看不出所以然继续前进 来到洞底更深处后 突如的前方水面闪过一道冷光 胡八一定睛一看 竟是又一具浮尸死飘 三人感觉到威胁 胖子准备先下手围墙 绷上几枪 可还未开枪 三人就发现水中的浮尸突然越变越多 足有成千上万 而这些浮尸都是仰面向上 四肢仿佛已被折断了 反绑身后 并且这些死尸并不受浮力控制 有的浮在水面 有的沉在水底 胡八一心中暗道不妙 这么多浮尸 手上的武器弹药根本不足 好在谁里扬发现 这些浮尸并不是朝他们而来 而是正向某个区域积节 三人赶紧潜伏在山岩后边暗暗观察 之间这些浮尸一群一群 源源不断的静止钻入一片红雾中 三人想起之前 在葫芦洞里看到的浮丢 难道眼前这红雾后面 就是那个被供养的山神 三人不由心声畏惧 想着那山神在吃女尸之际 偷偷前走 却不成想还未跨出几步 不知是谁背上的枪支 刮倒了一块山石 那石块直落入水中 发出扑通一声 在静悄悄的洞穴中 这微小的声音 被穷顶形的洞壁放大了十倍 水面上那无数浮尸 突然就都停了下来 好像那些女尸已被三人惊动 正在盯着他们看 跟着三人听到红雾处传来一阵 金属摩擦岩壁的声音 胡帕二人赶紧抓起枪 此刻他们只想先发制人 举枪就往红雾处一阵狂射 结果却射了个寂寞 眼前空无一物 可就在这时 三人的侧身方向 却传来一阵喘息声 三人转身一望 只见一张戴着黄金面具的怪脸 正对着他们喷吐出一大团 鲜红的雾气 胡帕一这会儿才明白 眼前这个不是什么山神 而是一个愤怒的生灵 他发出粗重的喘息 每一呼气 便生出一团红雾 早把他的身体笼罩在其中 亏不到全貌 这时候刻不容缓 三人缩身向后击退 越向身旁的岩石后边 手中的芝加哥打刺机 也同时掉转枪口 对准红雾中的东西一阵射击 可他们却听到 金属反弹的声音响成了一片 似乎那红雾中的东西 全身都被铁甲覆盖 就在胡帕一 但家已经空了的那一刻 凝固般的红雾 猛然间散开 金光闪烁的面具 从中跃了出来 胡帕一这会儿才看清楚 怪物的面容 这个庞然大物是只虫子 其躯体之庞大粗壮 丝毫不输给 遮龙山下的那条青林巨蟒 而且它身上还照着 很厚的鳞片形 青铜重甲 电光火时间 那破雾而出的怪物 在黄金面具后 张着大嘴朝胡帕一猛扑下来 等待胡帕一手中的冲锋枪 已经耗尽了弹药 不敢硬拼 只好用身法躲避它的攻击 而附近的山里阳与胖子 一个用芝加哥打撕机 一个用剑威器枪和手枪 同时射击 照准了那只大虫子的头部 一顿乱射 头戴黄金面具 身披龙林青铜甲的巨大昆虫 被猛烈的弹羽压制 连连缩头 顿时退引入了红雾中 趁此空隙 胡帕一赶紧喊胖子扔子弹过来 可就在胡帕一伸手接住 还没等把弹鼓替换到冲锋枪上时 大鼓红雾便骤然飘散 据衷 犹如火龙出云一般 从中窜出 迅速向胡扑来 生死之间 胡帕一当即一不躲 二不闪 拿自己上弹鼓的速度 与那黄金面具扑过来的速度 做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生死豪赌 而一旁的胖子和水里羊 刚才一番急速射击 也耗尽了弹药 都在重新给火力装填 这时给不了火力支援 只见胡帕一刚举起枪口的时候 那巨虫的大口 也已经伸到了他面前 电光火事件 枪顶在黄金面具的口中 胡帕一扣动了板机 开始激发 一阵轰鸣的扫射声中 掺杂着一股沉闷的哀嚎 豪赌似乎取得了成功 巨虫吃痛 赶紧退缩到葫芦洞的角落里 一时半会儿没有任何动静 这前前后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却惊天地气鬼神 老胡简直神了 用生命豪赌了一场胜利 胖羊二人对着老胡便是一顿称赞 可他们都没注意到的是 他们已再次被一团红武包围住了 原来刚才那只巨虫退回后边 得以喘息后 再次起誓 这次朝着胖子张开一张 已被打得稀烂的血口 攻击而来 胖子赶紧躲避 随后马上举起枪支 连同胡八一一起朝着巨虫 又是一番重火力扫射 怪虫吃痛 转而扑向以打光弹药的摄利羊 十万火急下 摄利羊用登山稿 倒悬于岩壁 才躲过巨虫这次的攻击 这下彻底激怒了胡帕二人 不理生死 直接翻上虫背 用登山稿砸烂了巨虫的毒眼 巨虫痛得疯狂摆动起身体来 直接将胡帕二人甩落入到满是死飘的河中 而此时得到喘息的摄利羊 早已准备好一包炸药 看准时机 就往巨虫的头部抛去 谁知这瞎了眼的巨虫根本不变来物 张口就把这炸药吞了 游回岸上的胡帕二人 和摄利羊都来到巨虫尸体旁 观察起这只可怕的巨虫 只见这只巨虫全身被铜甲覆盖 犹如鱼鳞 其尾部则与红色山岩连为一体 摄利羊推断 这只虫子是一只远古生物 换作玉朗长虫 幼名或是不死虫 之所以称之为不死虫 是因为这种生物拥有太阳女神 罗翼般的轮状神经组织 轮状神经组织没有神经中枢 也就是说这种动物的肉体和神经是分离的 肉体组织坏死后 轮状神经仍然会继续存活 而且这种生物又没天敌 还是雌雄同体 不需要交配 产生的新生命便会取代死亡的躯体 虽然这种特性限制了它的数量 但是只要生存环境允许 它的轮状神经与往式细胞结构 就会无休止的在壳中繁衍下去 和许多体型庞大的昆虫一样 其祖先的灭绝 正是由于大气层中氧气含量的改变 而眼前这只仅存的或是不死虫 则是在三叠纪时期的火山喷发过程中 引熔岩被泥石流瞬间熄灭 刚好压在了它的半截虫尾上 才使之与神洞融为一体 加上葫芦洞中不同寻常的大气环境 才得以存活至今 而古时遮龙山附近居民 则把这不死虫当作了山神来膜拜 用有毒的蝉除来供养 因此才产生了有毒的账物 后来献王将墓穴悬址于此 便因地之仪 将虫身相满刻有符咒的青铜甲 弄得大虫半死不活 专为献王墓生产生人物尽的账物 因此那水中涌向红雾的女尸 应该就是巨虫的食物 但是真照这样 两千多年 哪来那么多的浮尸 勾巨虫吃到今天呢 三人为了弄清楚 于是就想捞一只死漂上来查看 可就在准备打捞时 那只巨虫突然张开大口 吐出无数具女尸和一个青铜箱子 胡八一从尸堆中拖出一具女尸 三人一起开始研究起女尸 女尸异常沉重坚硬滑溜 四肢被折断反扣后 抱着一个橄榄形的半透明物体 此物体看起来像琥珀重拣 而在这重拣里 他们竟发现一团 看起来像是没出世胎儿的阴影 并且还在一下一下的微微颤动 这时三人才发现 这个活物并不是胎儿 倒是有点像之前 人蛹里的水之风的蜂涌 而让三人非常惊讶 有后怕的是 蜂涌的没收 竟有一条 奇带与那女尸的下体相连 三人终于得出了结论 眼前这个正是可怕的藤卵 而水中的这无数死漂 其实就是恐怖的藤毒流水线 这些女尸生前就被喂下 藤饮令知怀孕 待到十月怀胎即将分娩时 先斩断其四肢 反抱着还没有完全脱离母体的藤卵 然后立刻用一种类似于烧化了的热松纸或塑胶 活活浇其身上 做成透明的琥珀 等冷却后 在表壳面上刻满符咒 这就等于把女尸死亡时的恐惧 哀伤 憎恨 诅咒 都一起封在了琥珀之中 简状物被打上吸孔后 就都被沉入这洞穴的深潭之中 藤卵通过那些蜂巢状的吸孔 吸引水中的浮游来吃 就在那无穷的怨念中生存它们的排泄物 都附着在死飘的外壳上 逐渐长成像透明虫子的样子 而这些肉菌带有生物垫 可以在水中放出清光 显得女尸似乎是裹在一层光韵之中 而这些富有肉菌的女尸 结果成了巨虫的食物 但巨虫只能吃掉外壳上的肉菌 女尸则因包着琥珀 巨虫消化不了 只好吃了吐 吐了再吃 反反复复 才能让这流水线就靠这些女尸 运转了两千年之久 待弄清了这些后 三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巨虫吐出的 那个青铜大箱 在箱子上 他们发现了个钥匙孔 而在献王大祭司那顺道的名气 龙虎蓝石短杖 尺寸跟着钥匙孔刚好 于是就试了下 结果歪打正着 这短杖真能打开这个铜箱 打开铜箱 三人发现了里面的三件宝物 分别是象征一人生殖崇拜的玉胎桃冠 被当作山妖猝死的山霄尸骨包裹 及蓝色三族怪蝉 这蓝色三族怪蝉 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 西里昂判断 是特殊陨石制作而成 洞里越来越大的植物和昆虫 还有坠毁在丛林中至少两架以上的飞机 其根源可能来自这蝉除 于是胡八一便想拿炸药炸了这几件邪器 可刚想装雷管 却见水中女尸身上的光线都不见了 而四周即刻传来 无数蠕动物体撞击岩石所发出的声音 片刻间 三人已被成群结队的怪鹰包围住了 原来这些怪鹰 就是那死飘上的藤卵 不知何时已脱离了母体 三人赶紧拿出饼丸喷射器 用烈火开路 边挡边逃 一路小跑来到了葫芦洞口 石壁弧度突然加大 变得极为陡峭 想继续前进 只有下水游出去了 水流并不湍急 就算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游过去 不到一半就会被大群的藤鹰追上 于是三人赶紧布下五层导报所 想用炸药为他们争取点逃跑的时间 然后马上下水 手脚并用拉的气囊向前游 就这样 他们终于是逃出了葫芦洞 只见洞外风和日丽 群风蒸容的大盆地中 从虫谷奔流出来的所有水系 都汇成了大大小小的瀑布 奔流进下面的大水潭中 瀑布群巨大的水流 激起无穷的水雾 化作了七彩虹光 无数条彩虹拖着办公中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这是献王的宫殿